今天我带您看两套open house 顺便聊一聊 美国房价的决定因素都是哪些 大家好 我是老院 我个人觉得房价的决定因素 第一就是位置 就是location 你是在哪个州 你是在哪个镇 这个学区怎么样 这个位置里头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 你这个区好不好 在美国特别讲究 是好的区还是一般的区 好的区 治安就会好一些 它的房价也就会高一些 第二个因素呢 是这个房子本身 看它的面积有多大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卧室数越多 在美国来讲呢 房子应该是越贵 比如说啊 同样的面积 差的不多 都是2000尺左右 那如果是四个卧室的 肯定就比三个卧室的要贵 整体上老外是比较喜欢比较大 然后呢卧室比较多的 第三个啊 肯定是你这个房子的年限 和它的装修的情况 时间越长越老的房子 可能呢相对就便宜一些 里面装修越好 它可能呢越贵一些 那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你卖房的这个时机 这个时间点 你比如说现在啊 它就是一个卖房市场 市场上的库存特别少 可卖的房子特别少 所以说呢房价就高 反之啊房价就低 那我今天就带您看两套 我们这儿的townhouse 视频开始之前 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手的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这两天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啊 市场还真的是很火爆 不管是这两套房子 哪一套 只要是openhouse 来看房子的人啊 都非常多 人不断的进出 不断的进出啊 第二套呢成交的非常快 我这个视频里看的这两套房子呢 是比较便宜的townhouse 40万美元多一点点 这个和我前一段带您看的 百万美元的就不一样 但是看房的人都是这么多 成交都是这么快 所以这市场真的是火爆啊 我来看的这两套房子啊 他们是在同一个小区里头 同样的面积啊 同样的建造时间 同样的HOA 但是你进去看了以后 发现完全不一样 有一个成交的非常快 有一个你可能根本就不想买 今天视频正是开始之前呢 我先聊一下 二月三月 整个新泽西的房地产市场啊 第一呢还是说我们这儿 说起实话 从我们这儿来看呢 整个新泽西市场是非常火爆的 今年开春以来 我们这个大社区啊 一共出来四套这种独栋别墅 很快全部卖光啊 成交的非常快 整个三月份呢 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这是没有房子出售的 所以啊 我们这儿房子的库存是特别少的 大家也知道啊 决定房价的很重要因素之一呢 就是库存是多少 如果库存太少 它就是卖房市场 这个房价呢 就会贵一些 我们这儿很长时间没有房子可卖 只有两套山上的townhouse可卖 所以市场真的是非常火爆啊 那正好这个礼拜 也同样是在我们山上 又出来两套还是townhouse啊 没有独栋 所以我就带您去看看这两套的townhouse是什么样 第二个呢 给您通报一下新泽西二月份的房地产市场这些数据 2024年的二月份啊 整个新泽西的房价比2023年的同期也是二月份比 上涨了14.3% 这个数字是很高的啊 所有房子的中位数是478500美元 出售的房子的套数是5121套 比去年同期的5220套大约下降了100套 很重要的一点 市场上所有出售的房子的中位天数是46天 也就是所有房子上市以后平均一下 46天这个房子就成交了 同比比去年的二月份下降了15天 那这个很重要 就说明这个房子出来很容易卖很容易成交 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火爆的 那刚才我说了房价上涨了14.3% 这个是很高的一个数字 当然了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因为我的概念里去年上半年房价并没有太涨 因为2022年的下半年房价涨了很多 2023年的上半年没有太涨 2023年的下半年8月份9月份才上涨 所以说同比的数字现在比去年涨了14点多 并不代表说比去年全年也涨了这么多 今年的上涨核心的因素 第一它就是我原来说的房子太少 库存太少 市场上可卖的房子太少 第二就是因为降息又往后推了 现在来看今年能降三次息就不错 6月份能开始降就不错 因为降息的延迟所以库存特别少 所以房价不断的上涨 今天我们来看第二套房 这套房和第一套是一模一样的面积 是1198平方尺 它们是在一个小区里头 这个房子它是有HOA费的 是370美元一个月 这个房子建是1988年 它的地税2023年也是4845美元一年 那这套房子我们出来了 明显比昨天看的第一套要强了太多了 虽然说面积一边大 但是里面装修也很好 也很干净 这个主人很讲究 而且今天来看的第二套房 它已经明确杠锁了 它接受报价只接受到星期一的晚上 因为已经有非常好的价格的报价了 今天这第二套房 它的要价是42万5千美元 昨天的第一套房要价是40万美元 这个就是房子维护以后这个差别 因为他们是在同一个小区 同样的面积 同样的HOA 同样的学区 什么都是同样的 但是进去一看感觉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我 我宁愿多花点钱买第二套房 不会买第一套房 这个房子的面积和昨天的是一模一样 1198尺 就是120平方米吧 一进门是个小的客厅 非常小 他摆了一个沙发 显得很干净 这个主人比昨天的讲究多了 这个房子看上去就好了 非常非常的多 这边摆了一个柜子 楼梯 这边有一个示范的小厅 一楼左边是厨房 和上一套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四个火眼的一个垫的灶台 厨房的面积不大 但是这家主人就打扫得非常干净 这个就显得比较温馨 虽然说面积小 但是精心打理了自己的家 这个非常不错 有一个大冰箱 很小的一个厨房 厨房对面 一楼也有一个卫生间 这里面是车库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的卫生间 今天来看房的人也是很多的 非常多 二楼也是一模一样的 两个房间 右边这个房间 它没有放床 面积不是很大 它这个 放一个queen size的床 基本上也就满了 这个房间很干净 干净了很多比昨天的 这里面是一个小的卫生间 这边这个是主卧 面积不大 有窗户所以很明亮 放了一张 这是king size的床 放两个床头棍 基本上也就满了 这边是一个衣帽间 这边是洗漱间 卫生间 这也是个衣帽间 主卧的卫生间也不大 这是我今天带您看的第一套房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社区 但是这片都是townhouse 今天卖的这套房是两个卧室 三个卫生间 要价是40万美元 这个房子还是非常便宜的 它虽然和我们是在一个大的社区里头 但是它和我们不是一个镇 也就是学区 不是一个学区 应该是这套房子 有点挤 所以我们稍等一下再进去 这外面这一排都是townhouse 这边就是树林 一上来就是一个小的卧室 非常小 这个房子就比较旧 里面有一个卫生间 这是它的主卧 这个家具很熟悉 非常非常的小 这个面积 房间粉刷了一下 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卫生间 卫生间也是非常非常小的 看看啊 就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 我从这个房子出来了 一楼就是一个客厅 里面很小 然后也很紧 厨房面积特别小 很紧 而且它里面东西特别多 卖房子的这个也没有太重视 就是110平方米 然后还有两个房间 还有一个客厅 每一层可能也就50平方米左右 但是这个房子它不在我们学区 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价格40万贵不贵 我发现这两天来看房子的人特别多 有很多的印度人 我们感觉从年龄上来看 他们不像是买自住房 应该是投资房 有一些年轻的 有可能是自住房 但是总体上我感觉 买投资房的人会多一些 新泽西地税比较高 它整体不适合做投资 而且这两套房 它也不是好的学区 应该不是特别合适 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啊 谢谢大家